周一出版的西班牙美日体育报,罕见的将一位知名度不高的巴萨小将推上了封面,并打出了比基普一格,知心的诞生的大标题,承载着位拉玛西亚成员。 美日体育报指出,虽然巴萨在上一场比赛中宁比赢输给了AC米兰,但小将普一格表现却非常出色,而AC米兰主帅加托索也对他大家称赞,看他怎么处理踢球给人上心悦目的感觉。 他踢球很神奇,充满失意,比基普一格出生于1999年8月13日,要过几天才免满19岁,他从4岁起就成为了巴萨会员。 毫无疑问,从小他就对巴萨充满意来,不过普一格的足球之路走得并不顺利,因为身体不够强壮,拉玛西亚清逊营一度要将他扫地出门, 最早发觉普一格的是跟他同性的巴萨球太阿尔贝托普一格,阿尔贝托和里基普一格的父亲卡洛斯关系很好,普一格家族是去棍球世家, 但卡洛斯曾在特雷法俱乐部提边后卫,阿尔贝托和卡洛斯进行了交流,最后卡洛斯把儿子送进了巴萨兴许营,普一格曾被巴萨租进外出,之后正式加入了拉玛西亚, 普一格从小就崇拜哈维和梅西,而他身上也有着巴萨的DNA,在一些青少年赛事中,他经常被评为最佳球员,一开始他踢的是甲九号的位置,后来他位置后撤,这个球员动作引洁,传球能力和跑队能力都很强, 不久之前,他带领巴萨青年队赢得了青年联赛的冠军,而巴萨俱乐部也迅速行动起来,与他续约到2021年, 合同毁约的金也提高到1亿欧元,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半年之前,巴萨青是银海通知普一格的父亲,说由于他身体不够强壮, 因此俱乐部不会与他续约,不过这一决定引发了争议,包括巴萨主帅巴尔维德,都站出来表示反对,说必须要给这位年轻球员机会, 普一格这台得意留下,西班牙国家报纸出,和哈维·伊涅斯塔一样,普一格也是一个用脑子,而不是肌肉踢球的球员,因为身体不够强壮, 他们必须在对方拼抢之前准备的把批球传出去,瓜迪奥拉曾表示,要复制哈维和伊涅斯塔是不可能的,这样的球员是不是出的, 不过如果普一格能坚持自己的传球和空球风格,并获得理想的成长空间,那巴萨球迷是有机会看到又一位中场大师的诞生的, 这次的美国行,巴格维德把普一格,列入了出政名单,而普一格也没让人失望,对托特纳姆热刺,他让对方的中球核心埃里克森都二闪失色, 对AC米兰,他上演了空球独奏会,普一格头脑清晰,传球准确,跑人也很棒,赢得了加图索的称赞, 曾在1994年欧冠决赛中,打入巴萨尔球的米兰明苏马发罗,赛后与普一格交换球衣并称赞说,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伊涅斯塔, 不过普一格表示,要达到伊涅斯塔的高,度是不可能的,不管外界怎么称赞,我依然会在清雪林击球,这是我的球队,但如果助教练争着我,我就必须做好准备。